最近美日韩三国领袖在大卫营见面 而且也发表了共同声明 大家可以看到亚洲版的这个小北约 似乎有了雏形 那反正美日韩三国坐在一起 那当然就是要针对中国大陆 这样子的改变会不会对中国大陆日后非常的不利呢 那我们都知道在川普的时期 川普是一直不断的退群退群 惹恼了非常多的盟友 那拜登呢后来上任之后 他是积极的修复和盟友之间的关系 因为拜登他其实深深的知道 如果美国要能够让大家接受 美国是老大 美国要领导全世界 那美国一定需要所有盟友的支持 所以拜登的首要工作就是拉拢非常多的朋友 让大家都支持美国 这样美国才会更加的强大 如果美国不能够统一西方联盟 又不能建立新的联盟 那美国很可能就无法在大国竞争当中 取得优势的地位 如果大家都跟中国大陆比较好 那美国的世界第一大国的宝座 可能就要拱手让人了 所以美国是不断的在拉战队 不断的拉战队 叫大家选边站 而他的策略就是反华 不过在欧洲这一块 欧盟各个国家对于反华这件事 他们其实是有存在着非常大的歧义跟矛盾 欧洲其实不想加入反华联盟 不想跟随美国去搞阵营对抗 而且欧洲也不愿意放弃跟中国大陆合作 另外还有很多非西方的国家 他们的态度都是采取中立观望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一方面要团结西方世界 一方面要建立新的联盟 那建立新联盟这件事 其实是蛮难推进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拜登他就捡起了欧巴马时期 所建立的亚太版小北约的战略 拜登先是推动印太版的北约 但是印度对于中国大陆 对于俄罗斯态度其实变来变去 而且印度其实跟俄罗斯还蛮蛮不错的 反正推行到现在印太版的北约 好像没什么进展没什么起色 东盟呢目前来看是非常坚定的拒绝选边站 而且东盟和中国大陆的合作也越来越紧密 所以你说东盟这一边要建立起亚太版的小北约 其实也蛮不容易的 但是现在拜登退而求其次 也就是推动美日韩军事三位一体化 美日韩这三个国家加在一起 其实不能说是亚洲版小北约 严格来说应该是东北亚版的小北约 不过先把东北亚的小北约先建立起来 到时候再推进到整个亚太版 或是亚洲版的小北约 总是要有个开头嘛 而且美日韩军事三位一体化 一直都是美国所追求的目标 可是一直以来韩国跟日本都不好 韩国一直存在着很深的反日的情绪 所以美日韩就因为日韩不好 所以一直都很难推进 不过现在美日韩三方可以坐在同一个桌子上面了 这可以说是韩国总统尹熙悦给了拜登这样一个机会 因为尹熙悦他不但反华 他还亲美 现在美日韩三国领导人能够在大卫营上 共商大计发表声明 这可以说是拜登执政以来的 非常一大亮点的好成绩 美日韩在军事上面推动三位一体化 其实中国也一直推动了十几年的 中日韩东北亚一体化 现在很明显的中国推动的中日韩东北亚一体化应该是失败了 因为日本跟韩国已经成功的被美国绑在反华的战车上面 所以拜登当然很开心 很值得炫耀 从中日韩经济一体到美日韩军事一体 这改变可以说是反转 到时候美日韩再加上菲律宾再加上澳洲 那这样亚太版的小北约就正式诞生了 其实美国分别跟韩国还有日本 他们军事上的合作本来就非常的密切 是军事同盟啊 友谦 共同防御条约 而且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军事基地 日本跟韩国就是针对中国的两个最前线的基地 所以如果现在日本韩国美国他们三方整合在一起 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而且日本和韩国他们其实本来就有自己的军队 只是说日本跟韩国他们自己在军事上面的一些预警设施 或者是讯息基本上都是美国提供 甚至日本韩国很多的武器都是由美国人来控制 以前日本跟韩国两个国家不友好 他们的讯息是不会互相互通有无的 讯息可以说是美国一个人独享 那现在日本韩国美国他们三方整合在一起了 那日本跟韩国两个人又变好朋友了 那之后他们的讯息就可以互通有无了 所以和好对日本跟韩国是有好处的 那美国在中间就比较不容易愚弄到日本跟韩国 美国想要上下其手 想要挑拨他们就比较不太方便了 可是不要以为日本跟韩国两个好朋友 就真的是好朋友 因为日本跟韩国他们存在着太深的历史恩怨 还有利益纠葛 日本想要冲出亚洲 韩国也想要走出国际 而日本跟韩国两个是不断的在争宠 这两个每一个都想要成为爸爸最喜欢的那一个 那目前来说呢 日本应该是略胜一筹 美国应该是比较青睐日本 所以日本对于韩国的仇视可能没有这么多 因为毕竟他是胜出的嘛 但是韩国就不一样啰 韩国现在可是朝着第一宠物的位置奔跑啊 所以日本跟韩国两个国家都还是会明争暗斗 所以现在看到美日韩能够坐在一起表面上看起来当然是很好 但是实际上到底真的务实吗 美日韩的结盟让大陆可能觉得受到威胁 那大陆如果受到威胁 那其他亚洲国家会不会也有相同的感受 如果大家觉得受到威胁 那就表示亚洲原本和平安稳发展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么这些国家会觉得安心吗 美日韩他们这样子的布局符合其他亚洲国家的利益吗 菲律宾跟美国是贴得很近啊 他可能会想要加入 可是东盟国家现在是完全不选边站的态度 然后美日韩组成了这样子的军事联盟 尤其是军事 然后要来对抗中国大陆 你觉得这些东盟国家原本安安稳稳的 现在不会觉得害怕担心吗 在以前欧巴马的时期 其实东盟国家是非常欢迎美国来到亚洲 插手亚洲的事物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崛起的太快了 威胁到东盟了 东盟害怕 所以那个时候东盟欢迎美国来插手亚洲事物 但是现在东盟已经变了 东盟不要选边站 不管拜登怎么说 怎么威胁利用 怎么跟东盟保证 东盟都不想要选边站 用一句新加坡总理说过的话 亚洲承受不起中美对抗的伤害和损失 什么东西都可以改变 但是中国这个邻居的地位是不会变的 反正现在东亚他们自己非常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目前东盟东亚的局势还算相对稳定 东亚的经济也还可以 RCEP效果还不错 那现在东盟跟中国大陆也已经好多年彼此是互相的最大贸易伙伴 大陆的铁路啊公路啊一带一路的建设啊 一些互联互通都绑在一起 所以简单说 现在东盟和中国大陆的命运也可以说是绑在一起了 东盟这些国家没有听美国的话 他们没有选边站 他们相对来说比较自主 他们战略自主了 他们就能够以自己的利益为优先 这就是战略自主最大的好处 所以美国希望东盟能够加入反中抗中的队伍 那有点不太可能啊 但是也就是东盟这么自主 也不愿意加入 所以美日韩要讨好东盟 美日韩在大卫营的声明当中强调了东盟的地位 在美日韩声明当中 他们重申了东盟的中心位置和团结 我算有点听不懂啊 为什么要重申东盟的中心位置 是不是美日韩在这边搞个军事一体化 怕东盟不开心 怕东盟觉得威胁了 怕东盟反感了 反对了 东盟会因为不安心 害怕 反而更加跟中国大陆靠在一起 所以美日韩的大卫营声明 要把东盟捧得高高的 要给他戴高帽子 就是希望能跟东盟当好朋友 希望东盟可以跟美日韩站在一起 反中抗中 不过目前看来 东盟好像真的也还是没有要选边站 大卫营的这个声明 感觉上意义好像也不大 但是确实是一个突破 让美日韩可以三方坐在一起 军事一体化 可是真正实际上到底能改些什么 改变亚洲的地缘政治 可以打趴中国 好像也不太实际嘛 这个美日韩的东北亚战略 有没有可能像印太战略一样 就雷声大于点小 那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美国通常对于小国家 他就直接开打 那如果是对于大国家 像中国 像俄罗斯 美国是没有这个勇气的 他既然不敢直接对打 那他就必须要找代理人 然后美国就是远远的隔岸关火 然后长臂管辖 然后离岸制衡 这个对美国来说就很重要了 因为美国他真的也不想要 直接下场跟中国开战 就算美国现在还是占据优势 他也不想 现在你再回头看看 美国所烧起来的俄乌战争 达到了现在一年多 美国的初衷 是想要拖垮俄罗斯 结果美国没有拖垮俄罗斯 美国自己也没逃到什么便宜 而且本来想要拖垮俄罗斯的 这个初衷跟本质 其实打到现在已经变了 因为这场仗必须打 俄乌战争是美国用来测试 未来战争各种打法的一个测试 美国在测试自己的武器 在测试自己调动的能力 在测试自己的威力 在测试各种打法金融战 目的就是未来可能跟中国大陆 终将一战 但是俄乌战争反过来对中国大陆 也是很好的观摩跟借镜 美国在测试的同时 也让中国大陆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找到日后打击美国的方法 美国还是很聪明的 把美日韩拉在一起 把日韩打造成反中抗中的 前线军事基地 美国到时候就躲在后面 进可攻退可守